十点 陪你读书 如果是这样 他很可能是内向型的孩子 生活中 很多家长谈内向色变 觉得内向代表着不善交际 行动木讷 极地想要扭转孩子的个性 其实 大可不必 一如罗永浩所说 外向的人也许会左右这个世界 但是内向的人才会创造世界 不要轻易去打扰那个内向的孩子 因为当他们发挥出天性中的优势 一样可以光芒万丈 知乎上有一个热门话题 你有被父母逼着外向的经历吗 其中一个网友的回答特别扎心 有的 作为一个内向者 在大人眼里 我的内向就等于无用 虽然我成绩并不差 但在他们看来 我却是傻子一般的存在 他们嫌弃我说话的声音太小 我聊天时插不上话 我总喜欢待在家 就连最亲的人 都觉得我没法适应社会 读书再好也没用 或许在他们看来 我应该多去我不喜欢的地方 见我无话可说的人 假装热衷交集应酬 度过今后的岁月 可他们越是逼我这样 我越是感到崩溃 我为什么不能接纳自己的性格呢 难道强行改变自己 去扮演另外一个人活着 真的会幸福吗 听来让人十分心酸 在社交至上的大环境下 许多内向的孩子 都曾经承受过来自家长 老师 社会舆论的压力 很多人会拿他们 与外向的孩子比较 然后做出武断的结论 他们脑子不灵光 他们身上有点问题 他们情商不太高 有些内向者 甚至会因为自己的性格 遭受羞辱 污蔑 然而 内向真的是一种病吗 需要根治吗 并不是的 正如心理学家荣格说的那样 内向的孩子 倾向于关注人们的内心世界 而外向的孩子 则倾向于关注外部世界 男者本身并无好坏之分 只是获取能量的方式不同罢了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偏好 每个人都有选择生活方式的自由 你要允许一些孩子 拥有安静的童年 听过一个故事 一个女孩在年纪很小的时候 就不喜欢参加各种聚会 去别人家玩的时候 凳子还没坐热 她就嚷嚷着要回家 在幼儿园 她如果想和别的小朋友一起玩 总喜欢观察一阵子 再加入进去 对她来说 上学意味着离开温暖的家 然后到一个充满恐惧和未知的地方 她讨厌聚集的人群 害怕被老师提问 不过 虽然小女孩在学校不怎么说话 但在家里却叽叽喳喳个不停 能把妈妈的耳朵磨出茧子来 而且 当有人愿意和她一对一的谈心 她会十分乐意 这样的性格 一直延续到小女孩长大以后 她喜欢读书 喜欢研究心理学 喜欢按照自己的节奏 做一些生活的规划 这个小女孩 就是后来写出 内向者优势 内向孩子的潜在优势 等一系列畅销书的作家 马蒂·奥尔森·兰尼 想起李梅锦教授说的 凡是注意力稳定的孩子 大多数都属于内向的 内向的孩子并非一无是处 相反 他们在安静的外表下 往往拥有惊人的潜力 美国的一个权威机构 曾做过一个历史三十年的调查 发现社会各界精英中 内向型性格的人才 和外向型性格的人才 比例约为三比一 我们熟悉的很多名人 比如巴菲特 比尔盖茨 爱因斯坦 圣雄甘地 奥黛利赫本等等 他们都属于内向者 内向的人具备哪些优势呢 首先 他们更善于深入思考 注意力更容易集中 其次 他们学习能力强 丰富的信息 是他们大脑运作时 不可或缺的精神营养 更让人惊奇的是 有研究表明 群体中的内向者 往往比外向者 更具合作精神 这是因为 外向的人 看似喜欢扎堆 实际上 他们未必喜欢身边的人 而内向的人 看似独来独往 实际 更重视 人们的内心感受 他们能够在倾听中 更好地理解 别人的想法 身为家长 你不要只看到 内向孩子 沉默寡言的一面 实际上 这是因为 他们没有对外消耗 过多的能量 所以 才保留了更多精力 深入探索这个世界 与其强迫 他们变得外向 不如认可 尊重 他们的天性 保护他们 健康成长 为其如此 他们才能 不受干扰地 将自身的潜力 转化为 令人惊艳的能力 著名心理学家 杰斯莱尔曾说 儿童不是带塑造之物 而是带展现之人 身为家长 怎样培养内向的孩子 才能让他发挥出 天性中的潜力呢 给大家几点建议 首先 尊重孩子的私人空间 内向者优势艺术中说 大多数的内向孩子 会对物理空间的侵入 感到不适 因此 给性格内向的孩子 安排一些私人空间 非常有必要 你可以在孩子的房门外 悬挂贤人免进的牌子 让他们可以独处 思考 或者和一些 让他们感觉 相处轻松的人交谈 在这样的情况下 内向孩子 会感到自己得到尊重 情绪内耗也会减少 再有 要给孩子信心和鼓励 由于文化偏见的原因 内向的孩子 难免会遭受歧视和冷落 而家长要做的 就是提前给孩子建立自信 让他们不要因自己的性格 而感到自卑 平常 多多地鼓励孩子 肯定孩子 别让他们因为别人 轻易地否定自己 正像心理学家 戈登所认为的那样 内向的孩子 需要别人理解 并重视他们的能力 而当内向的孩子 能够自我悦纳 他才能自信地发挥 内在的活力 活得意义生辉 另外 多陪孩子充充电 曾在书中 看到过一个故事 有个爸爸 在心理医生面前 埋怨自己 内向的女儿 他总是待在房间里 看书 我建议的任何活动 包括去游乐场 去和别的孩子玩 女儿都不想参加 我认为这个问题很严重 他是在逃避生活 心理医生思考良久 建议这位父亲和女儿 一起读书 结果 这位父亲的女儿 十分乐意和爸爸读书 通过阅读 父女俩的关系 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如此可见 父母如果想让 内向型的孩子快乐成长 最好的方式 不是带他们大量社交 而是陪伴他们 做一些安静的活动 可以陪孩子一起绘画 一起读书 一起听音乐 一起做手工 这些不需要 对外耗费精力的活动 对孩子来说 无异于富能充电 既能让他们心情舒畅 也能让他们 更加感恩父母 使家庭氛围更和谐 记得畅销书 内向性格的 竞争力里的一项调查指出 全球有至少三分之一的人 都是内向性格的人 内向本身 并不是性格缺陷 如果内向者愿意 他们一样 可以以静水流深的方式 影响这个世界 所以 不必责怪 你的孩子少言寡语 他或许更喜欢 深思熟虑后 再表达自己 也不必强迫你的孩子 去参加社交活动 比起社交 他或许有其他 更擅长的领域 最成功的教育 不是干涉孩子 转变性格 而是让他们顺应天性 活出自身的潜力 当内向的孩子 活得越来越舒展 越来越像自己的时候 他们的魅力 才会得到最大的展现 好了 亲爱的伙伴们 这就是今天 要和您分享的文章 愿每个内向的孩子 都能自已生长 活出自身的光亮 也愿内向的孩子的父母 都能对儿女 细心陪伴 温柔以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